恩典36 365天 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 在当大环境非常不好的时候 人情况越来越糟糕 上帝这个爱我们的天父 他猜浅一些他的仆人向这个世代来说话 而他对这些他所猜浅的仆人 他有一些要求 而在这个过程里面 其实我一直看到的是一个天父的心 神对先知说 你去传讲这样的话 他里面讲到说 他说你站在耶和华的殿的内院 院子里面 然后说我所吩咐你的一切话 后面有一句话说 一个字都不可以删减 一个字都不可以删减 那个意思是什么 你只是传达神的心意的人 我只是传达神的心意的人 每一个侍奉神 我们可以被神来使用 这是一个很荣耀的恩典 但是我必须知道我只是传达神的心意 而神的心意一个字都不可以删减 那个意思就是说 不要把你的意思加进去 我是一个传讲神话语的人 我自己也常常也是被这样提醒 就是当我在传讲神的话的时候 会不会加了很多我的意思呢 我是这样觉得的 我觉得上帝这样讲好像太超过了 我就收敛一点 上帝这样讲大概别人不太容易听懂 我再增加一点什么 但是在启示书里面说 他不但说一个字都不可以删减 连一个字也不可以增加 也就是说你就是完全照着他 在圣经里面所说的话 就是去传讲 对我们自己来讲 特别我过去在学校里面教语言传播 常常就会觉得说 我应该再怎么样多讲一点什么 或者是我这个地方稍微调整一下 可能效果会更好 但是上帝不需要我替他增加些什么 我觉得每一个服事神的人 其实不一定是传道人 才是用话语来服事神的人 包括在我们中间有许多人 可能在小组当中你会分享神的话 你可能在祷告会里面会分享神的话 也有的时候在有些人有需要的时候 也许是你的同事是家人是朋友 他有需要的时候 你用神的话去安慰造就鼓励他 但是求主帮助我们 出于神的话每一句都带着能力 我要相信神的话 而不是相信我的技巧 我很诚实说 这是我常常被神提醒的 有的时候神甚至是责备说 寇少安 我不需要你替我 替我去增加什么 或者修剪些什么 也就是本本分分的照着神的心意去传讲 然后你就会发现 很奇妙 神的话真的有能力 祝福你 不是我们的话有能力 是神的话有能力 我要相信神的话